吴佩孚后愿起火,为什么只带一个师回京评判? 持凤大战,十四上一篇文章,咱们说到老冯准备倒戈吴佩孚,作为直系的两位老板,曹坤和吴佩孚,难道就一点消息都不知道,甚至都没有一点点察觉和防备吗? 1924年10月23日中午,总统曹坤才知道老冯回师北京发动兵变的事情,大惊失色,曹坤用人讲究用人不宜,这个四个字用在吴佩孚身上管用,但用在老冯身上就不行。 老冯发动兵变,曹坤为什么一点都没想到,因为曹坤觉得自己对老冯很好,对方不可能对自己不利。 的确,曹坤对老冯和他的叛变团队真不是一般好,甚至为此得罪过之系二老板吴佩孚。 吴佩孚多次为难老冯,都是曹坤在背后支持老冯,才让后者几次躲过灾难,大明镇守时间第十五混城旅旅长孙悦更不用说了,人人都说孙悦简直就是曹坤的干儿子,吴佩孚的副手王成冰更是直系老将,怎么可能我理反。 曹坤的干儿子孙悦所以,是几个人祖传造反,完全出乎曹坤的意料,孙悦代表兵变将领们,看望干爹曹坤,表达几个意思。 首先,咱们不会加害您,请您放心,其次,咱们绝对保证您老财产的安全,最后,希望您下令承办吴佩孚,曹坤看到连干儿子都背叛自己, 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,遂对孙悦说,你不必来问我,有什么是问内阁吧。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,在逢军的刺刀下,内阁通过决议,并发布了四刀命令,第一,直奉之间停止战争,第二,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,第三,免去吴佩孚职务与寻院,使和第三师师长的职务。 第四,任命吴佩孚为青海砍边独办,孙悦拿着这四大内阁的命令找曹坤盖章,曹坤不得已,只能迷心盖章用意,他一边盖,一边老泪纵横,我对不起忠心耿耿的子欲吴佩孚。 十月二十五日,老封建曹坤的利用价值已经没了,干脆彻底撕破脸皮,派军解除了曹坤大总统背对的武装,从此将傀儡总统曹坤彻底置于掌控之中。 随后,这些兵便发起人在北院开会,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,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,胡林毅为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,孙悦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。 十月二十六日,冯、胡、孙、王四人联名通电,拥护段祺瑞出山执政。 曹坤完蛋了,那么这段时间里,身处山海关前线的吴佩孚又在做什么?吴佩孚的消息滞后了。 二十三日,他收到冯玉祥的通电,大吃一惊,第一反应是不信,认为是张作霖打了败仗弄出来的假消息, 想动摇执军的军心。可惜,事实是残酷的,第二天便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 那么,吴佩孚会怎样应对呢?从胡林毅下手,毕竟胡和自己私交极好, 吴佩孚认为他可能是被迫加入叛军的,所以,吴佩孚下令,让胡林毅取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。 10月25日,吴佩孚急忙率领王牌第三师承车回远北京,为了迷惑其他人, 也为了给自己一个正统的名分,吴秀才冒充总统曹昆的名义, 给自己发了一个电报,意思是要吴佩孚迅速回兵北京解救自己,消灭冯玉祥。 吴佩孚率军赶到天津附近,第三师在阳村部防,对防部采取手势。 吴佩孚的亲信提出建议,认为现在有两条路,第一,在山海关集中主力, 先封锁消息,然后与凤军决战,希望一战击退凤军以后,回师北京消灭冯玉祥。 第二,放弃山海关,以山海关职军主力,直接回远北京, 先击败冯玉祥,救出老帅曹昆,再和张作林决战。 没想到,吴佩孚两个建议都没有采纳,而是采取了第三个办法, 一方面把主力依然放在山海关采取手势, 另一方面率领一支精兵,第三师回远北京, 这支嫡系精锐部队虽然厉害,但毕竟只有仅仅一个师的兵力, 要想击败冯玉祥夺回北京,简直天方夜谭。 吴佩孚是不是脑袋被门挤了? 他没有,在经历了这么大的打击后,他依然有着周密的布置, 计划如下,南方执军主力,在其信员和孙传方的指挥下, 迅速从金浦路杀过来,两国的侄军在李启臣和逍遥南的指挥下, 从金汉路杀过来,两路援军会攻北京,让冯玉祥手忙脚乱, 最后,自己亲率第三师,给老冯致命一击。 北洋精锐、吴佩孚的嫡系部队第三师看起来, 这个计划很完美,也具有可行性。 此时,吴佩孚的个人威望,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, 尽管曹坤已经无法发号施令, 但各地的执军依然严格执行吴佩孚的军令。 二十七日上午,直写湖北都军逍遥南, 江苏都军齐谢远,赤江都军孙船芳, 江西都军蔡成勋,安徽都军马连甲, 福建都军周印人,海军副司令杨树装等人, 联名通电,拥无讨逢, 他们在电报里对逢的行为表示深恶痛绝, 对其背叛之戏表示了愤怒, 同时表态将全力支持, 吴佩孚讨伐叛逆,并愿意派出军队支持。 上面这些都军加在一起, 总兵力超过三十万, 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, 不仅如此,连远在四川的刘湘、 杨森、刘存后等实力派也纷纷通电全国, 支持吴佩孚讨伐叛军, 并表示只要有需要, 川军随时候命出川, 为预帅讨贼, 应该说,他们的通电是雪中送炭, 给了困难中的吴佩孚莫大的支持和鼓励。 这些都军会不会口惠而实不至呢? 还真不是, 而是付诸了行动, 逍遥南派出了陈家摩师, 寇英杰吕, 齐谢元调动了陈调元师, 孙传方派出了最能打的孟昭六混成吕和张允明吕, 马连甲派出田锦张吕, 蔡承勋调动了两个混成吕, 四川的杨森和赖心辉也整个代代, 福建的周运人离得太远, 无法直接派兵北上, 但表示愿意承担部分的军费, 以支持御帅讨贼。 逍遥南可以说, 在某种程度上, 逢的叛变让南方那些原来并不太团结的直系夺军们, 一下子变得同仇敌凯, 也为后来南方直系军队以挨军之势, 横扫南下奉军打下了基础, 这是后话, 我们暂时先不提。 南方直军虽然开始行动, 但山海关直军却扛不住了, 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, 怎么瞒得住? 山海关的直军兵无斗志, 将无战役, 很快就土崩瓦解。 三十一日, 凤军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, 俘虏直军三万多人, 冯玉祥合伙景义, 也派兵进攻阳村, 威胁吴佩福, 配合凤军的攻势。 这些, 其实都在吴佩福预料之中, 然而, 更致命的打击来了, 这一刀才真正要了吴佩福的命。 砍这一刀的人, 资格比张作林和吴佩福都要老, 段祺瑞, 十一月一日, 段祺瑞的心腹, 晚夕山东都军正式齐, 宣布武装中立, 他一方面派兵到阳村, 配合冯玉祥攻击吴佩福, 另一方面, 派兵破坏金浦铁路, 截断交通, 结果, 刚刚组织起来的南方直系军队无法运兵北上帮助吴佩福, 被山东挡住了去路, 吴佩福最后一见希望, 就这么破灭了。 十一月三日, 失去全部希望的吴佩福, 不得不带着部下乘船难逃, 离开天津, 第二次直凤大战就此结束, 凤军在老冯的帮助下赢得了胜利, 从九月十五日开战, 到十一月三日吴佩福难逃, 总共打了五十天左右。 直凤之争结束了, 但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, 第一, 老冯连吴佩福的帐都可以不买, 能和大老张荣恰相处吗? 第二, 南方的直军占据着大片土地, 还有几十万之众, 凤军该不该南下乘胜追击, 一举扫平。 第三, 段七瑞重新出山执政, 张作霖该如何摆正自己和老段的关系? 第四, 凤军打胜以后, 张作霖面对手下那些战功赫赫的大将们, 胜利的苹果该怎么分? 张作霖虽然入主北京, 但缺乏执政经验, 被这些问题弄得头昏眼花, 凤隙能打赢战争, 能不能坐稳天下呢? 我们下篇再接着聊。 参考资料, 一, 张明金, 民国时期的战争二, 张祥斌, 张作霖转, 三, 陶举尹, 吴佩孚将军转, 四, 张祥斌, 曹昆传, 取述工作室和新成员查加封主笔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